绘制楼梯间前室加压送风系统原理图 打开费的关盘提供的速写文件 结果如图所示 首先绘制地下室和用前室送风口 该用 按回车键结束命令 绘制风管的结果如图所示 执行风管椅子弯菜单命令 在弹出的椅子弯动画框中 设置参数 然后再按击连接按钮 在绘制区中选择风管 进行椅子弯连接 按回车键结束命令 绘制结果如图所示 接下来 对用直线命令 偏移命令 削解命令 填充命令等 绘制繁衍楼梯间前室送风口 绘制定 専数 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带用复制命令 复制回风口图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汇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汇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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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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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好参数之后 在获得区中指定标注的第一点 再指定引线位置 接下来再点取文字机线的位置 按回车键 返回到对话宽中 修改文字内容 按回车键 完成文字引出标注的结果 如图所示 调用直线命令 偏移命令 修剪命令等 绘制加压送分机图形 按回车键 打开API的关盘提供的加记图例 塑测文件 将其中的分机图形标志 复制粘贴至单写图形当中 绘制加压送分机图形容 代用舉行命令 繪製送封口 製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